昨天在討論到調查權的時候 下面都在罵嘛 你們立法委員怎麼可以罰人民 然後還講一個很誇張 他說以後誰不捐政治現金給你呢 你們就可以叫他來調查 如果他不來的話 你就可以罰他 但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調查權是46條 然後47 48嘛 他們講的應該是48 但實際上你前面 就比如說46 47的時候 你就已經規範了 我立法委員 我在什麼情境之下 我才可以去做調查 然後而且是 這個規範也是要院會通過 所以我們才能夠進行後續的調查 比如說舉例來講 比如說那個小吃店變快篩 這件事情大家都覺得很荒謬 我就可以針對這個事情去做調查 否則平白無故 我怎麼可能可以去找那個小吃店來問 因為王定雲他跟顏諾芳住在一起 我們也不可能說叫他們兩個來問啊 請你提供那個 不可以嗎 這樣我沒辦法支持喔 請訴我無法支持喔 這不可以問嗎 這不可以從 立法委員不能擴權 這不可以從移住正義的角度 去請他來問嗎 不是 從移住正義 跟有沒有繳納房租稅金 就是說有沒有打壞那個房價 這個你不調查這個請訴我無法支持 但是沒辦法 因為我們不能擴權 我們還是要尊重民眾 對我們要尊重大家偷吃權 所以這個不可能嘛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到底在那邊造謠 在那邊胡扯什麼 但是他們這樣子講 就是你知道 辟謠的人真的比造謠的人困難很多 那你覺得現在的民眾看網路 他會想要看三千個字 還是他看一句話 所以他就仗著他們這種 很會認知作戰 那我覺得你就把這個變組合權 因為我剛剛跟大家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很多民眾 很多聊天室裡面很多朋友有共 超私的案子啊 你把秦宇喬傳來問一下 這不是很合理嗎 對啊 前面我講的這一段 但是我覺得你剛剛那個更好 你就把王定宇那個加進去 前面講說 對你今天下午去綠媒 你就這樣講 你想說 秦宇喬大家覺得 不用把他傳來問一下嗎 請問現在司法檢調跟監察權 你說司法權監察權不能侵犯 好那其實司法權跟監察院 現在有幫我們查出什麼真相來嗎 那我也直接告訴大家 你說一般人被傳過來 今天不要講一般人 連立法委員跟台北市議員 有沒有睡在一起也不能問嘛 他們那個房間裡面到底是一個馬桶 還是兩個馬桶也不能問啦 因為那個時候大家就是在好奇說 怎麼可能是只有房東房客嘛 而且就說他們家那個格旗 明明就只有一個馬桶 那個馬桶還在那個 言若芳的主位裡面 所以王定宇如果半夜尿急的話 要敲門 欸 若芳啊 不要意外不整 那個因為我要進來尿尿了 壓力很大欸 然後進去那個廁所發現 都是若芳的相關的用品 而且那個是小套房 那如果若芳如果是在 這個浴室裡面曬內褲的話 可能就比較不方便 不方便 對不方便 但這個就不能成立 黃定宇曬內褲也不方便 這個就不能成立調查 怎麼調查啊 拜託這尊重男歡女愛 這怎麼調查 這個所以一定要是要跟 那個政府機構有關的嘛 而且一定是重大事件嘛 可是會不會主臥室是黃定宇在睡 那就變成言若芳進來要敲門 就言若芳要 踩著我的背進去 踩我的背進去 踩不到 哈哈哈哈 沒有其實這個這段廢話 我就只是想要講這一句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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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踩我们的背